那當然跟我們從二零一六年 禮月奧運之後 我們推動國體法的改革 當時在社會的需求 社會的共同期待之下 我們看到非常多的體育選手 國家代表隊的選手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他要穿協會指定廠牌的 運動衣、運動鞋去比賽 那時候戴志穎大家記不記得 一個不合身啊 那為什麼要穿協會指定的 贊助衫的這些 球衣、球鞋來比賽 那當然他沒有辦法打出好成績 所以當時引起軒然大波 在那個時候我就思考 台灣必須要從事 大規模的體育改革 因為這個問題太大了 過去的整個體育的發展 都是各個單項協會在把持 那這個各個單項協會 他真的是希望 推動台灣的競技運動 可以跟其他國家 可以並駕齊驅 可以把整個台灣的競技運動 推到一個比較現代化 經營的軌道上去嗎 恐怕不是 這個裡面很多利益糾葛 恐怕有非常多 出國的機票的 訂訂然後旅館 球衣 這個問題非常大 那個是一貫作業的 而且有好多協會 都出了很多問題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定下一個目標 我在立法院就開始推動體育改革 從國體法修法開始 從改革單項協會開始 那個時候我就定了三個目標 各個單項協會 他必須要做到民主化 什麼叫民主化 也就是說過去都是團體會員 才可以選這個理事長 我們現在把個人會員 也包括進來了 所以像王正宗理事長 他這次就是我們提改之後 他才有機會選上高爾夫 協會理事長 我還特別強調 我們在這一次羽毛球 有非常好的成績 羽協的現在的理事長 也是因為我們推動體改之後 他用個人會員的身份 才選上理事長 所以我們推動體改之後 我們看到高爾夫球 這次盤政策拿到銅牌 然後羽球 我們看到這次有非常好的成績 至少我們拿到了藍霜的 奧運時尚第一面金牌 這個最有意義 這非常有意義 當然還有非常多的團體 是因為我們推動體改以後 開始走向民主化 然後有一個就是 他財務必須要透明化 不能夠再中保私囊 因為每個協會都拿國家很多的補助 就是孫情國家的補貼 他自己口袋這個不行 那再來最重要的一點必須要專業化 所以我當時在國體法 就這些亞奧運的經濟運動項目裡頭的 這些單項協會 我們有設計了非常多專業化的 比如說我是理事長 我避免我的家族的人 把整個協會都包起來 有一張詠協 我是理事長 我太也當副理事長 我次當秘書長 那個協會三十年都不會發生 這當然不行 所以我們希望有專業的一些發展 我們希望把各個協會的經營 我們要求 他的秘書長或副秘書長 一定要有一個是專業領域的人 他不是運動選手 不然他就是這方面的經營者 所以我們希望把各個單項協會 朝向一個更專業化 更透明化 更民主化的方式 其實就是跟世界其他先進國家接軌 那過去的高爾夫球 我們是怎麼樣來看待它 剛剛理事長也講了非常多 我們的政府的資源不夠 我告訴大家 過去大家或許會認為說 高爾夫球是有錢人的娛樂 有錢人的運動 那政府過去對高爾夫球 從事高爾夫球運動的人 都要課娛樂稅 那這課娛樂稅 所以這個規定大概也是從 可能戒嚴堪亂時期就定了 跟你去舞廳 去巴拉行業消費 歌廳 這些都要課這個娛樂稅 那政府為什麼課娛樂稅 因為不希望你去從事這一個活動 才會去課這個娛樂稅 那高爾夫球長年以來 都被課這個娛樂稅 現在全部的亞奧運的競賽項目 球力運動 課娛樂稅的只剩下高爾夫球 這個你要去改一改 因為台灣去打高爾夫球 那個非常基礎很雄厚 對 那課娛樂稅 當然大家會覺得沒有道理 事實上我在立法院 我也努力過了 不過因為娛樂稅 課高爾夫球娛樂稅 因為這個稅 它是地方稅 那如果我們把它拿掉的話 很多地方的三級政府 包括它的很多的鄉鎮公所 可能都仰賴這一筆 高爾夫球的娛樂稅 因為高爾夫球娛樂稅 一年可以課到四億 如果這個四億 我們拿來用到 推動高爾夫球的扎根運動 優秀的國手出國培訓比賽 其實一年四億 其實是可以有很大的注意 那這一次的高協提出來 六年的高爾夫球振興計畫 裡頭的總共的預算 現在列出來是十三億 如果我們可以把娛樂稅 這個四億高爾夫球的四億 用到我們高爾夫球的 振興計畫上面來 六年就有二十四億 就比我們現在高爾夫球協會 提出來的預算還要多 但這個當然會有一些困難 就是說可能地方上的稅 可能沒有辦法處理 但不過這個部分 我們還在突破 那跟財政部相關的單位 其實我已經溝通一段時間了 不過我們還是希望說 這一個娛樂稅的部分 我們希望未來可以用到 高爾夫球的振興計畫 我相信所有到高爾夫球場打球人 都希望台灣的高爾夫球運動 是可以有機會蓬勃發展的 因為它不只是一個 亞奧運的競技項目 而且它是一個全球 正在風行的活動 不只是這樣 而且它是一個龐大的運動產業鏈 你知道在美國 當然是最大的市場 可是美國的這些高爾夫球用品 包括球桿頭 球桿 其實最大的供應商 就是台灣 剛剛我們在講 國書教授 台灣的高爾夫球的代工市場 你知道 Gateway那個 就在台灣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桿 就台灣做了 我們從富盛大田 居民到民安 台灣這些公司 你看今年他們獲利非常好 而且到半年的時候 它已經是大概 你看到像大田這樣 它到上半年 大概已經賺了九塊多 今天我看賺二十塊以上 這個時候你可以想像得到 這個是台灣有很好的 高爾夫球的 球桿 球桿 球具的相關的製造業 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再把這個單項運動 能夠讓它恢復 習日的榮光 那是不得了的 好